這次來夢買有新的嗎? 喔就是這次我是第一次到就是印度來當志工 其實那時候當志工大家會說為什麼我們會選印度 那其實我選印度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覺得 就是可以當志工的同時也可以就是看這邊文化 因為基本上如果說印度的話去玩的話 基本上大家接觸到的大概都只是表面 像我們這次因為當志工緣故的到北夢買跟南夢買去 那北夢買就是比較沒有鄉村吧 就可以接比較更貼近他們的生活 然後我們就是也遭受到很多文化的那種不一樣 還蠻有趣的 那其實當志工我覺得就是其實在我們分享的時候 大家都有提到一點說其實我們去並不是說 要帶著一個什麼同情他們的事情說啊 因為他們很可憐所以我們要去幫助他們 我覺得其實是給自己一個學習的機會 像我這次就是也有聽到大家在分享 就是像我們在做志工的時候 可能會幫小孩子就是換尿布 或者是幫女病換簡指甲什麼之類的 可是有些事情其實我們就是這次 我們很少為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親朋好友做 可是我覺得就回去之後可以趁著 那些人對他也不一樣 領留下 那些人的海洛一雙 但才能有些人